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时任江西巡抚的孙岁 早就看穿了宁王的野心 他又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呢 让我们和南京师范大学 立波教授一起 追随一代新学宗师的脚步 领悟知行合一的智慧 体位我心光明的豪情 近期收看五百年来王阳明第十九集 《两个余瑶人》 王阳明在凭南干之匪之后 渐渐地发现了江西的一个奇特的局势 就是索凭了很多南冠这个匪乱 最后不知所踪 逃到哪里去了 都往北边逃了 渐渐王阳明又发现了这个趋势 他们都逃到了宁王的麾下里去了 这时候王阳明就意识到 江西的整个的政局 非患只是表面现象 背后有着更深刻的危局 那就是宁王之患 其实有两个余瑶人 面对江西的宁王之乱 显现出大明王朝支柱的这种本色来 一个是王阳明难干巡抚 王阳明 另一个其实是江西巡抚 孙遂 我们上次讲过 他也是浙江余瑶人 而且和王阳明是老乡 那么这两个人 一个作为江西南部的巡抚 一个作为江西北部的巡抚 面对江西的这个危局 他们会采用怎样的智慧 面对宁王之乱的危局呢 放在一起比较就特别有意思 我们还是先说王阳明 我上一讲讲到 已经派自己的学生 姬元亨 去说服宁王 结果怎么样 效果微微 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这时候 宁王朱成豪也意识到 这个新被派来的南干巡抚 王阳明 是一个非一般的人物 看他谭笑间强弩灰飞烟灭 就把这个机遇几十年的南干匪患 给迅速荡平 所以这个宁王朱成豪和手下两大谋士 李世时和刘阳正 反复磋商之后 都认为王阳明是一个一定要争取的人物 所以先是派刘阳正 李世时上门向王阳明请教 后来这个朱成豪还亲自出面 请王阳明吃饭 我们从史料里头可以看出来 其实在宁王之乱发生之前 宁王朱成豪一定和这个王阳明 有过多次的见面 所以两个人互相摸底 摸清对方的底牌 而且还是彼此了解的 王阳明知身赴焉 但是焉无好焉 这个酒席的背后 埋伏着很深刻的危机的 但是王阳明一身是胆 孤身赴焉 所以史料里头就记载 到了宴席上 安抚举人 刘阳正遂功云 王尊师重道 有汤武之志 欲从供讲明正学 功效于 陛下能舍王绝否 什么意思呢 只是刘阳正先说话 首先大谋士很关键 就说这个宁王尊师重道 天下文明 有汤武之志 商汤周五 鼎定天下的一代君主 有汤武之志 现在这个想跟先生您 听说您这个阳明心学 可谓阳明正学了 不得了 天下师大夫都很敬仰 所以宁王也想拜您为师 这时候王阳明就笑了 习天笑约 陛下能舍王绝否 那意思说陛下可是亲王啊 虽然也有很多官员拜我为师 最多也就是什么几部侍郎 这一类的 对不对 但是您王您的身份不一样 怎么可能屈尊拜我王阳明为师呢 旁边这个李世识就大话了 小小一个王爵 我们王爷说放弃就放弃 只要能为天下苍生牟利 对不对 不就是一个王爵吗 王阳明一听一声冷笑 这要亲王要放弃王爵 那在网上是要做什么 对不对 司马昭之心路人劫之 看王阳明不搭话 这时候刘养正李世识 尤其是李世识 李世识喜欢依老卖老 这时候资历他是比较老 然后他就说 哎呀可惜天下无汤武啊 又说到这个命题上 伤汤之污 意思是说除了宁王 能够改变天下 能够有汤武之志的 那还有谁呢 这话还是很明确 王阳明一听笑一笑说 就算有汤武 也没有依吕啊 桑汤周当时依赖的 最重要的谋士是谁啊 依影和吕上 就是江上江子牙 是吧 依影就根本不用说了 中国古代的大智子 帮助桑汤夺得天下 所谓伯仲之剑建依吕 只会若定是萧朝 那也是诸葛亮当年的偶像 李诗诗一听 说怎么没有啊 有汤武就一定有依吕 那意思 你没看吗 我和刘养哲 哎呀那就是依吕之之 对不对 那我们宁王要 起平告反的话 我们俩就来 承担依影和吕上的位置 王阳明一听也一声两笑 意思是说 就你们俩在水平 还一吕呢 然后王阳明 当即针锋相对 说有一吕就有薄夷书奇 薄夷书奇是什么 伤了天下之后 薄夷书奇 饿死守阳山 宁死不识周术 这是什么 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的 杰操骨气 那意思是说 人间正道是苍苍 别以为你现在世大 一定有那些 坚持正道的知识分子 会坚守他们的气节 不会受你的蛊惑 所以最后 厌无好厌 迟到最后 不欢而散 谈不拢 李诗诗和刘养正 就反复的劝 这个宁王朱晨豪 说王阳明这个人不得了 将来要启示 这有可能是心服大患 既然说服不了他 那得先除掉他 可是朱晨豪怎么样 亲眼目睹 阳明先生的风采之后 也居然为之则服 据说朱晨豪当时首书 五个大字 回去之后反复想想 说王首人义好 意思是说王首人 这个人不简单 是个人才 可惜不能为我所用 所以你看他对王阳明的这个态度 和那个对孙遂的态度就不一样 我将两个鱼妖人 站在这个宁王危局面前 屹立成大明王朝的支柱 另一个就是孙遂 其实孙遂作为江西巡抚 来到江西远比王阳明还要早 孙遂自德城浙江鱼妖人 公元1515年出任江西巡抚 他很早就看透了宁王朱晨豪的野心 曾七次上书朝廷 揭发朱晨豪意图谋反 可惜都被朝中的全奸所组 那么此时眼看着宁王就要起兵谋反 江西战事一触即发 孙遂会如何应对 宁王朱晨豪到底送了孙遂哪几样东西 作为最后通牒 王阳明面对这个宁王朱晨豪 采用的是一种周旋的手段 而孙遂面对宁王朱晨豪 再采用了一种死磕的方式 当然是因为他们的位置不同 而且孙遂来得早 孙遂正得十年十月 作幼父多余史巡抚江西 遂闻命探约 是当死生已知矣 还乡独血二童已心 孙遂很有眼光 比王阳明一样 他比王阳明还早看到了江西的危局 就根本没有带家眷到江西去 然后给家里人说 这是一个死局 我就把这一把老命 去和宁王周旋一下 士大夫死则死矣 为国为民为天下 最后独邪二童已心 就带来两个童仆 就到了这个江西巡抚任上 一开始到江西巡抚任上 宁王周晨豪还是这样 请孙遂吃饭 拿关系 他收买了很多江西当地的官员 结果怎么样 孙遂目光如炬 知道他狼子也心 当席之间 毫不留情 就点醒这个宁王 收起你的谋逆之心 后来朱晨豪也非常恼火 然后孙遂上任之后 从各方面开始积极的行动 他是一个典型的行动派 抑制宁王朱晨豪的 各种谋反的举措 比如说加强南昌附近 各层次包括附县的这种兵被 时刻准备的 好压制宁王的力量 然后这个加大治安力度 因为宁王手下 召集了很多不法之徒 你像著名的林十一 然后这个吴十三 敏念四 这都是江西著名的土匪巨寇 其实最后都归入了宁王的手下 为什么要召纳这么多的土匪呢 宁王的护卫 他有人数限制的 他要扩大他的这个军事规模 就召纳这个亡命之徒 包括一些土匪 另外一个 我们知道宁王 为什么势力这么大 当然关键原因 是因为这个郑德皇帝诸后赵 昏庸 是一个熊孩子 根本不理朝政 那么他身边的很多人 尤其是在刘锦死后 宁王诸臣好用重金收买了 像钱宁这样手握重权的宦官 把一个戏子叫张贤 据说是当时的一个小鲜肉 奉献给这个钱宁 钱宁又奉献给武宗朱后赵 结果朱后赵也特别喜欢这个张贤 甚至还有像这个 原来的兵部尚书 后来升任天官吏部尚书的陆丸 也都被朱成豪重金收买 所以说你看朝廷内的掌权的都被朱成豪重金收买 所以他能支手遮天 但是为什么朱成豪那么有钱呢 要收买那么多人 要花很多钱呢 他哪来那么多钱 对不对 他其实就收买了大批的土匪 进行打家劫色 然后作为他的谋犯的经费 孙遂就是重拳打击这些人 我不能直接对宁王 我就打击这帮土匪 所以在一个大雨之夜 突然突袭 林十一和闽念寺的老窝 这帮土匪 最后没有准备之下 亡命逃窜 最后逃到宁王的祖坟中 消失不见 孙遂没有权利去收宁王的祖坟 但是两者的这个兵戎相见 宁王的气焰 被孙遂打压的是非常明显 所以这个宁王朱成豪到最后 非常恼火 派人送了孙遂几样东西 什么东西呢 枣 梨 江 戒 孙遂一看就明白了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姓孙的 你给我早离江西江界 否则你小命难保 孙遂就是有胆气又豪气 当着使者的面 把东西给吃掉了 早离江界 见你的鬼去吧 但是孙遂也很无奈 孙遂和王阳明后来 有过一番交流 两个人英雄西英雄 但是孙遂是江西巡抚 王阳明是南干巡抚 王阳明是在江西南边 不是直接面对宁王 孙遂直接面对宁王 没有办法 但是在宁王动手之前 真正谋反之前 不论是孙遂也好 还是王阳明之后 没有证据 没有办法先下手为强 所以大家只好硬撑危局 王阳明当年和孙遂惜别的时候 孙遂大意凛然 国家危难之时 总有人要舍生赴死 要去拿生命赴危难之局 这个首当其冲者 就让我孙遂先来吧 咱们俩同乡 对不对 而后面的危局 就希望杨明先生能够 一展雄途大志 还百姓 以清贫之势 一个收视危局的 希望就寄托在你身上 两个人惺惺相惜 孙遂 虽然年龄比王阳明大 向来服这个阳明心血 所以这个 王阳明和孙遂呢 其实不客气的说 也是半事半有的关系 两个人英雄相惜 最后分手 但是面临 这个宁王族城豪的要造反 都没有办法 先动手 所以只好等 身在江西南昌城的 宁王朱晨豪 虽然表面上按兵不动 但他背地里 却在日夜赶制盔甲 打造兵器 等待起兵的时机 可是让宁王自己 都感到意外的是 不久 远在京城的 一个小人物的一句话 竟逼得他 不得不临时 仓促起兵 那么这个小人物 究竟是谁 在此之前 明明知道 宁王心怀一心 图谋不轨 王阳明又是为什么 接二连三上表 请辞还乡 等来等去 王阳明等的这个过程中 曾经有向朝廷 上过三次表彰 什么表彰呢 致氏书 就是要求退休 为什么呢 他不知道宁王 什么时候有动作 对吧 这时候他的祖母 陈氏 已经快不行了 而且他的父亲 退休在家 身体也不好 王阳明自己呢 身体也不好 我们都知道 他的肺病很严重 对吧 一直是咳 再加上 这个公务紧张 身体日渐削弱 我们看现在 王阳明的那个画像 消瘦的 不得了 就是他身体一直不好 所以评完难干匪患之后 给武宗 朱厚赵上表 说我要回家养病 朱厚赵一看 哎呀 就是人家已经完成了 这个剿匪的重任了 是应该可以回家 就问大臣们意见 内阁都同意 唯独兵部尚书 我们知道 王琼 那个王阳明 真正的一个知己 坚决不同意 这个时候 王琼 你可以看到 他的大智慧 他其实和他手下 一个叫做 应典的 是兵部的 职方司的祖师 是这个 王琼的心腹 后来其实 兵部四师 其实都有应典主管 王琼 就对这个应典说 我把王阳明放在江西 难道只是为了让他去评 难干匪患 这只是表面 这不起我下得远了 江西必有危局 有王阳明在 才可以收拾这个危局 所以你看 给他刺书棋牌 让他可以便宜行事 那就是有大权在握 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你可以随机应典 我给他这么大的权 就是要应付江西危局 眼看江西危局要发生 这时候王阳明不能 有什么办法 不让他走 这应典出了一招 就说 这个时候啊 福建 有一批军人划便 可不可以通过这个事 把王阳明留在江西 使福建有军人尽贵的 这便 王公约 此小事 不足反王猛 本来这是一件很小的小事 但应典说 这是一个事迹 但借此一千变异 刺书在笔手中 以待踏变 让王阳明去处理这事 而且给他 这个特派员的身份 可以看事情的 这个局势的变化 全权处理 整个福建江西的突发情况 并不给他特权 然后再以皇帝造出的形式下发 因为王阳明 作为南干巡抚 就要去处理福建的 这个士兵滑边 出发到了这个 6月15号 公元1519年的农历 6月15号 到了这个 封城县 封城之县 故必出城相迎 远远的见到王阳明 就说巡抚大人 大事不好 什么大事不好呢 就在昨天 宁王朱成豪 起兵谋反了 为什么等来等去 这个宁王朱成豪 突然于公元1519年 农历6月14号 就突然就反了呢 像王阳明 像孙遂 都不能献发自人 都要等到宁王动了 他们才能动 原来恰好这段时间 出了一件事 本来宁王和刘友养正 还有李适时 他们密谋 是到1519年的8月15 中秋节 而且刚好是 朝廷乡市 秋市的时候 重大的事件中 然后突然发生病变 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 江西南昌 有一个退休的御史 叫熊兰 这个人很有意思 当时江西的这个官员 大部分都被宁王收买了 他呢 也想发挥一下余热 热脸去凑人家的冷屁股 结果呢 宁王更不喜欢这个人 就不搭理他 他把熊兰惹恼了 所以有时候 关键的一个人物啊 宁王更不把他当回事 熊兰和这个 当朝的一个御史 叫萧怀 两个人是好朋友 熊兰本来是退休的御史 明代文人正治 阎官正治 御史的权力很大 然后熊兰就给萧怀说 宁王要造反 这小子不拿我当回事 大家现在都知道 他要造反 你替我 向皇帝掺他一本 而这时候 有了这个由头之后 刚巧 我们知道 钱宁 张贤这些人被 朱臣豪收买了 不停地在 这个武宗诸后照 耳朵跟贤说他好话 但是随着 随着钱宁 张贤这些人的势大 另一个宦官 张宗和钱宁 势同水火 张宗势单力薄 就去找了边将 我们知道 武宗朝 宦官之乱 边将之乱 边将的代表 就江宾徐太 和他们结成一伙 就和钱宁斗得很厉害 看到这个宁王 朱臣豪和钱宁 他们紧紧地走在一起 张宗 江宾 徐太 他们就不服气 就找机会 拆墙脚 所以这个张宗就给 武宗诸后照 也进贡了一个 灵人 就演戏的 姓刘 叫小刘 那边进贡了一个张贤 武宗很喜欢 也进贡了一个小刘 所以有一次 武宗带着小刘 到张贤家 去玩 玩的过程中 然后 看到那个酒杯 特别漂亮 这种酒杯 连皇宫里都没有 哎呀 这个武宗就很好奇 哇 说这杯这么漂亮 张贤就炫耀 说这是 宁王朱臣豪送给我的 皇上您没见过吧 天下绝癖 武宗一听就纳闷 说 他这么好的东西 送给你 都没有送给我 然后出来之后 小刘立刻就给 武宗说了 爷爷上司 您王物 您王不思 爷爷物足矣 说什么意思 皇上 您还想着 您王的东西 您王不想着 您的东西 那就算好的了 这话 异于典型梦中人 武宗心想 他想着我的东西 他想我什么东西 他当然想着我的位置 是不是 然后小刘又说 上次 钱宁 还有朝中大臣 都纷纷上表彰 赞颂您王的 这个孝道 要皇帝嘉奖他 当时武宗就很纳闷 说这个 朝廷命官 你们赞颂他的孝道 我家讲他 可以升官 那您王已经是亲王了 我在他往上升 我往哪儿升啊 小刘这时候一提起来 武宗怎么样 心里自然 就嘀咕起来了 所以武宗诸后赵 心有疑惑 这时候 萧怀一上书 关键的一个 这个一个契机 所以武宗 开御前会议 开完了之后 就命令 宦官 以及 驸马 摧远 到这个江西去看看 宁王到底在搞什么 顺便 把宁王的这个护卫给取消 再取消之后就第三次了 所以宁王朱成豪 经中遍布尔木啊 一听说这个消息之后 大惊失色 尤其听到驸马崔元 来颁布这个圣诀 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驸马一到亲王那儿去 就代表着朝廷 对这个亲王要下重手了 明代已经有过好几次 这样的行为了 武宗你别说 这小子还蛮聪明的 他其实派驸马崔元 本身只是去取消宁王的护卫 但是这个事可以派别人去 他非要派驸马都尉 崔元去 就试探一下 看宁王到底有什么反应 宁王一听说这个消息 立刻召集自己的谋士 开会 紧急会议 这怎么办 然后这个刘阳正说 驸马崔元 带着黄明 可能只是取消护卫 刘阳正分析的是到位的 但宁王说 哪怕只是取消护卫也不行 我这已经取消又申请恢复 然后又取消又申请恢复 这是再取消第三回了 那此后再恢复就难了 理事实一听 拍案而起 择日不如撞日 索性就反了他了 公元1519年 宁王朱晨豪计划于农历6月14日 在南昌城拒十万大军起兵造反 然而在江西 唯有刚正不阿的江西巡抚孙岁 男友用兵如神的南干巡抚王阳明 朱晨豪很清楚 想要起兵 必须先解决掉这两个人 请继续收看《五百年来王阳明》第十九集 两个渔谣人 宁王这时候也是做大事的人 当即下定决心 当天宁王寿城 江西所有的官员都来拜授 所以宁王朱晨豪晚上召集兵马 这么多年 十年准备 准备了十万军马 当夜 整军待发 到了第二天一大早 在大殿之上 突然 寅王站起来 宣一元宇宙 就问孙遂江西巡抚 以及江西官员 说如等之大义否 孙遂一听 就觉得有问题 什么大义啊 然后宁王 骄傲地宣布 当今皇帝诸后照 非孝宗皇帝亲子 这个秘密 很少有人知道 但是太后知道 所以太后有秘词给我 让我讨伐为帝 诸后照 孙遂一听 太后旨意何在 拿来我看 宁王轻蔑地一笑 太后必指 岂是你能不能看的 说明什么 说明事发紧急 连伪造一道秘址 都没来得及 对不对 就说 太后令我起兵监国 孙遂 如保驾否 你听不听我的 这时候 孙遂拍案而起 破口大骂 说明无二组 天无二日 此人间大义 我只知道 这是人间大义 不知其他 你要这样做 就是乱臣贼子 人人得耳诸之 然后宁王也大怒 一拍桌子 上来两个手下 给我把孙贼绑了 孙遂宁死不屈 结果当时 就被折断两臂 这时候 这个 安查师父使 许葵 也拍案而起 说 孙遂室是朝廷 钦差大臣 按照明朝的官制 巡抚其实是特派员 但是常驻特派员 他其实是钦差大臣 但是呢 因为他常驻 所以他的职权 比当地的这个 不正史 也就真正的省长 权力还要大 说孙大人是 这个朝廷钦差大臣 朝廷所遣大臣 反贼 岂敢散杀 这是把反贼骂出来 然后 朱成豪大怒 命令这个武士上来吧 孙遂和许葵都绑了 当即斩首 然后 孙遂许葵 还有另外两位大臣 总共四个人 宁死不屈 英勇就医 然后 王主持人好久说了 其他人 看到没有 孙贼的路 就在眼前 眼前只有两条路可选 要么死路 像孙遂和许葵一样 要么臣服于我 在这个生死的危局前 能坚守道义的人 平常的很多 但真在 生死的选择面前 能坚守道义的人 能坚守傲骨的人 其实不多 这是大批的江西官员 所有的官员 只好怎么样 都从了 都成了伟官 所以宁王朱成豪 宣布起兵 六月十四 开始了他的反叛之路 在件大事之中 刘扬正 提醒 提醒谁啊 提醒宁王朱成豪 虽然孙遂已经被杀 去掉一个心腹大患 但还有一个人呢 江西分文两块 北边呢 江西巡抚 孙遂一心腹大患 已经去掉 南边还有个南干巡抚呢 你看 而且 你的底牌 估计王阳明也摸得很清楚 这个南干巡抚 王阳明 不能不除 所以刘扬正就劝 这个朱成豪 一定出兵前 先除掉王阳明 扶扬明 意志 成豪有意志 刘扬正来说 必得功乃发 意思说 必须先把王阳明给除了 我们再发兵 这时候王阳明在哪 王阳明 接了这个朝廷命职 正要赶到福建去 评兵华便 朱成豪还不放心 派了个内官叫玉才 先去给我把王阳明抓来 所以王阳明到了这个封城之后 宪令到这个江边码头来接他 顾碧老远的对他说 巡抚大人大事不好 宁王朱成豪已经返了 这个消息传来 王阳明心里暗吃一惊 但是面不改色 对顾碧说 没有什么好慌张的 我来江西 就是要凭宁王之乱 你放心吧 顾碧一听 哇好佩服啊 这巡抚大人 王大人就是不一样 高瞻远瞩 居然可以预知到宁王之乱 现在听说宁王反叛了 居然没有什么紧张的 其实王阳明怎么样 心里万丈波澜 虽然他知道 这个宁王朱成豪必反 但什么时候反 怎么反 这还是拿不准的 这时候突然听说 朱成豪反了 王阳明第一反应 先稳住顾碧 对不对 然后下令掉头 不去福建方向 掉头往回走 回吉安府 为什么呢 王阳明第一反应 就预感到 有问题 朱成豪未必会放过他 果然 消息传来 朱成豪已经怎么样 派了一千多人 一支特种部队 向封城方向 急迟而来 看来就是来抓王阳明的 王阳明上船之后 下令开船 掉头回吉安 但是这个时候 赣江 我们知道赣江 是自南向北 流入长江 长江那个大支流 是吧 所以 王阳明从南干巡抚任上 然后坐船 从赣江 是上游往下游 然后是自南向北 顺风 顺流而下 现在掉头回去 突然发现 走不了 为什么 江上刮的是南风 南风正进 这个船没法往回开 而且后面 说是 朱成豪来抓他的人 已经在路上了 所以这个时候 据年普记得 先生文辩 反舟 指南风急 舟福能前 乃焚香败气 告天曰 天若哀鸣生灵 许我匡福设计 愿祭返风 若无义思民 守人无声望 去与奉剑指 北翻尽起 好且内观欲才 领兵追击 事业乃于 目视消于雷迹等 潜入渝州得托 这就是 到万般无奈的时候 心外无物的 心学大师王阳明 这时候体现他神奇的一面 据说他即刻 在船上 涉案焚香祷告 祷告昌天 说昌天若哀鸣生灵 眼见 这个 兵祸又起 战乱又起 大江南北 百姓要遭受罹难 对不对 如果老天有眼 许我匡福设计的话 怨气返风 一是立刻风向要变 那个诸葛亮是建了七星台 才借来东风 然而王阳明就直接涉案 沉香拜祭天地 老天你立刻 这时候给我一阵北风吧 如果不给我这个风 若无意失明 老天你如果不哀鸣 苍生百姓的话 守人 无声忘喜 那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 说拜祭之后 突然 天相一变 这就是神奇之处 当然了 我想 这也是后人有所夸张了 对这些神奇人物 但是 是不是 这个杨明先生 一片赤心 赶天动地 这也难说 说是神奇的干江之上 突然 这个南风剑齿 剑齐北风 所以剑齐北翻 这个船就可以张齐北翻 然后迅速 一流而回 但是 后面毕竟 有这个 朱成豪的追兵 而且前内官 也就是 王府内的内官 身边的贴心 武士 玉才 领兵追击 但是追的还是很紧急 后来王阳明 事业 当天晚上 和他身边的这些 龙光啊 萧羽啊 雷记这些人 潜入渝州 换了变装 潜入渝州 才彻底摆脱了 这个朱成豪的追兵 没有追上王阳明 朱成豪觉得 没追上就没追上吧 去夺 这个朱厚照的鸟位 那才是最重要的事 也就把王阳明 放在了这一边 王阳明逃出生天之后 一旦 这个鱼儿归大海 蛟龙不再困潜滩 王阳明 风云际会 就要显出他的 神奇之处了 那王阳明 逃出生天之后 又怎么样 赤手空拳 去面对 有着十万精兵的朱成豪呢 我们下集再说 谢谢大家